厉害乱厉害乱 怎么了宝贝 我给你买最爱吃的零食 谁使得破玩的呢 你昨天为什么用我的卡呀 我今天不把工资刚转到你卡 我就让你走下你的卡 你个大男生 你花我钱干什么 你干什么用了 我给同事买两杯水 你得提前通知你吃吗 你什么意思啊 二位冷静一下 要不可能还是换个地方聊一下吧 女生男生给同事买水 应该是正常的吧 我问你 这水你是不是给女生买的 都是一个组的 三个男生两个女生 我就知道有女生 我真无语了 你为什么非当的中央空调啊 你一个男领导 你给两个女下属买水 你好意思呀 都是心进组的 我真不熟 是女生这不行 你肯定是看着长得好看 想接地嫁的那个好友 是不过老师他得看电去啊 真跟你说不明白了 你去问问别人去 我该不该买这个水 哎明明是你讨好人家女生 现在你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是吗 我刚能不能闹了 行啊 现在为了两个女生都来凶我了是吗 行 那分手吧 女生你别太激动了 有什么话大家好好聊一下吧 我说你别理他一闹鼻子就一分手 再起义你的 只要跟别的女生有关 你就批多带两个一顿吗 那你和其他女生有关系 我不该管吗 我要顾及我的下属 等你站到领导层面 你就知道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干什么 你不就想给自己找借口吗 行 那你现在当着我的面 把那天你同事微信都刷了我 就原谅你 不是你过分了吗 我哥们说的真对 不是所有女孩都像你一样不懂事 我哥们的女朋友是在看男人 人的就可温柔贤惠了 从来不会亂发脾气 不是你现在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我每天工作忙得要死 你还每天发脾气要我哄你 还有你说你要管家里的钱 你敢不敢告诉我 我今天上午给你转的公司还剩多少 不是你提钱你是干嘛呀 我一个女生我弄花多少钱 我是爱你 但你别把我的爱当作无休止做的筹码 你不是觉得我不怪你 行 我给你三天时间 把你东西从我家搬走 你差不多得了 我就给你台阶下了 我今天就不跟你分手 这台阶上是不容易给你 我告诉你 就现在你这个人 根本不会得到我的爱 不是我错了